不怕你才干就怕你不看 Hello大家好我是娜姐 有很多兄弟在我的视频下方评论 也有个兄弟呢来私信娜姐 他说娜姐你们身边的好女孩越来越少了 我告诉你们不是好女孩少 而是恰恰现在的好女孩是很多的 那为什么你们现在发现不了了呢 我来告诉你们主要呢 就是因为下面的这几种情况 第一种呢是因为很多男生 他平时啊很难去接触到女孩子 他们了解女生的图形啊 大多数都是通过网络 但在现在这个网络的大环境下 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女孩子 什么天价要彩礼的 什么天天炫富的 还有什么平单名媛 你们呀看到的都是这些啊 所以你当然会认为生活中都是这样的女孩子 其实并不是的 生活中三观正确的女孩子啊 一捞一大把 但就是因为她太普通了 所以互联网上他们也火不了呀 你看不到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能在互联网上爆火的都是极少的个例 因为稀奇所以他们能够火 这种人呢不能代表全部人 那第二种呢就是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身边的女生就是什么样的 你要是天天混迹酒吧 到处啊到处浪 那你认识的肯定是混坠表呀 而普通正常女孩子肯定是有区别的 你要是想要认识好女孩 就应该让自己的环境有所改变 所以啊 你也应该多去改变你自己 从正常的生活中去寻找 第三种呢 男生对好女孩的认知标准 出现了极大的偏差 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这女孩子啊稍微有一点没有达到她的要求 或者在某些事情上认知跟她不同 她就觉得对方不行 甚至啊一旦是这个女孩子 不喜欢她不理她拒绝她的时候 或者说喜欢跟其他男生一起玩 这个男生就觉得 这个女孩子不懂得真心 人品不行 太物质等等等等 其实啊就是你太自私了 眼界狭窄 导致你认为身边女孩都不行 第四种呢更可怕 就是因为这个网络上有很多是做情感的在挑拨离间 打着双叶的幌子 她们伤动男女对立 让女生觉得男生都是渣男 让男生觉得女生都是女权师 但是啊男女之间是一个彼此需要彼此需求的一个关系 而不是一个对立关系 她们这么去商贡别完全就是为了赚钱啊 她们不妖魔话 怎么能赚你们的钱呢 所以啊我劝大家不要老是去听那些假装家那些言论 其实很多都是错的 她们都是骗你的啊 只要你知道男女是互补的就可以了 不要被这些伤动的利息很重 不要单纯她们赚钱的工具 好女孩真的不少 但是呢你也要学会擦亮眼睛 用对的方法去寻找 想能给我找到对的女孩子 nice 我是娜姐 关注我教你更多恋爱知识